一靠 你要带妈妈去哪儿啊 今天天爱这么好 Buds 去Buds干嘛 去学学 喝一杯咖啡 喝咖啡 我可没带钱啊 我请你 因为我有钱 你今天请我喝咖啡啊 那好 妈妈好幸运 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宝宝 请妈妈喝咖啡 好久都没有人 请妈妈喝过咖啡了 谢谢你 然后我也带了一个 还有什么宝贝 这个 所以你不需要洗你的水 给妈妈手消毒是不是 谢谢你 你好贴心啊 那我们一起去吧 大家好 我是猫妈 欢迎回来 今天鱼儿心情特别好 像今天太阳一样好 请我去咖啡店 喝了一杯 Milkshake 那我呢 当然作为回馈 就要陪她一起学会儿洗了 我买了两本书给鱼儿 这两本书呢 包含了四年级要学的所有英文和数学的基本知识点 作为一个很好的reference book 来支持她四年级的学习 因为今天在咖啡店 并且鱼儿还约了小朋友一会来家里玩 所以我们只做了两套很简单的题 今天呢我开始让鱼儿在每次做题之前呢 在上面写上开始的时间 和结束的时间 然后让她自己算出她用了多久 做完这一套题 我希望这个对她认识时间也有帮助 因为她现在每次认表的时候 还是会有些迷糊 好第一道题 verbal reasoning 45题 做对了44道题 她自己计算出 她耗时27分钟 其中有一道数字推理题 是在我的帮助下完成的 就是你可以现在看到的这套题 它让求中间这个数字 但中间这个数字呢 是根据前两个数字关系推出来的 接下来就是这道题 字母的变化 出现一个新的单词 这个是有一个很捷径来做这道题 也是在我的帮助下完成的 不知道是不是饮料喝下去 太凉了 把脑子给冻着了 接下来这道题做的反正不是很理想 我们第二套做的 non-verbal reasoning 一共48道题 鱼儿做对了40道题 还是在一些提示下 耗时29分钟 需要特别注意呢 是在找出不同选项中 她只注意看图形的形状啊 颜色呀 她忽略了图形的大小 有时如果选项中有一些答案 看上去基本上长得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要考虑说 哪一个图形的大小 更符合这道题的答案 接下来容易犯迷糊的呢 就是那种旋转 她是顺势针 还是逆势针 每次转了多少 转完以后图形又长什么样子 这个有的时候总是会搞迷糊 另外就是在大图形中 找到一个指定的部分 那这个纯粹就是 没有认真睁大眼睛看了 今天学完虚 鱼儿还挺开心 我想是因为那杯Milkshake 她很开心 并且今天学的时间比平时也短一点 好了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个视频